各位有趣的灵魂 哎不对 各位民宿学者 欢迎来到新的深夜小节目 估计大家都听说过写真这个词 可能有的小伙伴再熟悉不过 它最早出现在古汉语中 应该是唐朝之后留住了日本 在摄影树出现之后 日语中往往代指 那么日本都市快谈作品中 有一种摄影不同寻常 被人称作心灵写真 这个大概就是指 在某种晦气的地方 拍出的照片里边出现了 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一般都是灵异现象 拍到怨灵了 可是这怨灵也分三六九等啊 有的怨灵他就投个乐 吓唬吓唬人就完事 但是要真碰上较劲那种 就麻烦了 不幸出现在心灵写真正的人 往往会诅咒缠身 投胎吸取 OK那么这期视频 咱们继续讲述 1996年诞生的 都市怪谈类的经典作品 黄昏症候群探索篇 正式开始第一个怪谈传说 那么上期视频只是一个插序 这一期才是真正的开始 重要的细节 全部的结局 咱们是一个也不落 故事发生在平成八年的夏天 东京圈郊外五藏野市的除成高中 这小小里边 最近有个新入学的高一女生 非常引人注目 她就是红头发的安景美佳 入学之后跟谁都是自来手 她最近沉迷于调查都市怪谈传说 正想着规划一团队去作死呢 有那么一天 可见休息的时候 安景美佳不知道琢磨什么呢 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Kimika的女生 突然走过来了 安景美佳就跟她打招呼 哟 Kimika吃了吗 昨天晚上看博物军视频了吗 然后她对面这个Kimika 表情严肃 立刻就打断了她 就跟安景说 我这一张照片 你看看呗 安景美佳发现这个Kimika 手里边拿着一张情侣照 说哎呀亲 你怎么一大早上就给人发狗粮啊 你快说说 你们俩约会多久了 什么时候结婚啊 Kimika就说 哎呀 你想多了 我不是给你秀恩爱呢 你看看这照片 有问题 你不是特喜欢这类的东西吗 哎呀 这照片可太沈浓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安景美佳非常兴奋 就告诉她 那你给我看看吧 猛一看这照片确实有问题 Kimika就问安景 怎么回事 安景就说 没事 我一个朋友的表亲的前辈 认识全日本最牛逼的灵媒 乙宝爱子老师 我帮你打听一下就好了 这个Kimika听了脸都白了 安景 你逗我呢 我怎么感觉 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人 都不怎么靠谱啊 哎 反正也没救了 司马当火马医吧 那这个时候 上课铃声响了 于是这个Kimika 就把照片交给了安景处理 安景美佳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琢磨 咱们放学的时候 去找高年级的一位学姐 长谷川游家里聊聊 游家里比较高冷 一般不太和不熟的人说话 朋友也特别的少 于是这安景美佳就笑呵呵的去找他了 来到他们班教室 发现游家里孤零零坐在那儿 长谷川学姐 吃了吗 长谷川游家里抬头一看 啊 这人怎么又来了 你就是那个高一地班的安景美佳吧 对啊 学姐 不好意思 又要来打扰你了 我说你这是社交牛逼症晚期了吧 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这次又玩哪出啊 哎呀 长谷川学姐 不要这么冷漠嘛 我可是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不想看看吗 对不起 我没兴趣 学姐呀 你不要这样嘛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爆炸性的话题 我保证你看了之后 心跳加速 热血沸腾 游家里特别无奈 因为这个安景美佳看上去 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于是他就跟安景说 那你别卖关子了 我不喜欢神人叨叨的感觉 尤其是今天 安景美佳很开心 就告诉游家里 好学姐 给你看可以 不过你必须得先说 请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啊 游家里听 凭什么呀 要不然大家会觉得 我是强行塞给你看 那样都没面子呀 游家里给弄得挺烦的 就说 行吧 你给我看一下 嗯嗯嗯 是请 要先说请 靠 我四十米的长刀呢 哎呀呀 不说算了 不说算了 那给你看看吧 游家里拿过照片 仔细瞅 发现上边是一个女生 和她男朋友的合影 但是这两个人脖子的位置 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痕迹 安景美佳就问 学姐 是不是特别吓人了 游家里就说 有你整天 沉迷这东西 能找对象吗 这不就是照片拍废了吗 什么呀 就疑神疑鬼的 别闹了 学姐 这可是一张 滴滴道道的心灵写真啊 你怎么一点反应 也没有啊 不是 写真个毛线 这不就是洗底片的时候 漏光了吗 要不然就是拍的时候 过曝了 这谁都能弄出 这么一张照片的 我看你一经历炸的 我还以为什么UFO照片呢 哎不不不 学姐 你搞错了 其实我这个人 也是有通灵体质的 我感觉这张照片 不是伪造的 你 你还能感受到这个呢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感受啊 这个安景美佳就说 这个吧 其实就是 我心里觉得 照片 它 哎呀算了 学姐你嘚嘚嘚半天 把我的灵气都给吹散了 我现在也懵逼了 你这 我看你这甩锅能力 挺一流的呀 然后这两个人 又叨过半天 安景美佳就开始说起 这张照片的由来 这张照片是有一次 在爱公园拍的 我的朋友告诉我 如果情侣去了这个地方 就会分手 在这个晦气的公园 拍到这样的照片 非常的不吉利 所以他就拜托我帮个忙 游家里听了 没当回事 这要我说 你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 学姐 你难道不知道 扔掉心灵血针 就会被诅咒缠身吗 游家里听了有点意外 诅咒 我靠 有诅咒你还拿我看 我上辈子和你有什么孽缘啊 其实这个时候 游家里有点害怕了 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好闺蜜 他的发小 一岛千里 因为一岛千里 他是一个灵异小雷达 于是游家里就立刻 把千里给叫过来了 一岛千里很好奇 游家里讲 你怎么还没撤啊 游家里就告诉他 哎呀千里 抱歉把你给匆忙叫过来了 探上大事了 你看看这张照片吧 安静美加第一次见到一岛千里 很好奇 他是谁啊 游家里就连忙隆重的介绍 这位可是老五藏野 最正宗 最地道的灵媒 安静美加有点意外 学校里边还有这样的大佬呢 一岛千里非常的沉着 一眼就看穿了拍摄地点 是爱公园 安静美加很意外 果然这个一岛有点东西啊 一岛千里一时半会儿 判断不出来这照片的真假 就说 咱们光凭一张照片 不足以判定 所以咱们必须得 亲自去现场调查一下 安静美加听了很兴奋 就说 你说拍照现场吗 哎呀原来如此啊 游家里头雾水 就很好奇 什么原来如此 安静美加就告诉他 学姐你可真迟钝啊 我是说那个爱公园 很可能是一个闹鬼的地方 哎呀想想就刺激 游家里突然意识到 完了 摊上大事了 无奈只能组队去调查了 三个人行动倒挺迅速的 放学之后没回家 直接就溜达到那公园了 游家里非常的不好意思啊 把自己发小一岛千里给掺和进来了 作为军师 一岛就说 啊没事 就当来公园里边散心了 这三个人里边 唯一比较亢奋的 就是安静美加 他这个装备啊 早早就准备齐了 话说今晚咱们的目标 就湖旁边小山上的大扭居 是时候开始征程了 游家里很好奇 那地方怎么去啊 安静美加提到 只要穿过一个叫 Kobe的桥 就到了 问题是那桥在哪呢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游家里心里边有点不爽 什么人呢 我们俩大晚上陪你出来作死 你倒挺乐在其中的 那么作死行动开始了 三个人已经到了爱公园附近 游家里拿着强力手电筒充当赵明祖 灵感最强的一岛千里 站在中间是军师组 安静美加背着一身装备 电后 那正好现在就跟大家说说这部作品的特点 你可以看到画面正上风 这个心电图一样的标志 这个正常的时候都是蓝色的 如果碰上特别无解的高能 就会加速跳动 一旦惊吓过度 直接就挂了 那么这个系列的故事中 每个篇章几乎都有三种不同的结局 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大吉 中吉 还有凶 顾名思义 大吉就是完美结局 中吉往往就是成功存活 但是没有调查出真相 凶是还没来机调查真相 就出事了 或者死了 我还是老习惯一步到位 大吉 大 中吉 凶 全部都展示 三个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牌子 这个是公园的地图 他们仨就纠结怎么去到那座桥 因为说实话 这公园里边的路径非常多 说着说着 话题又跑的都是传说上了 旅安静美加大概是对恶灵有什么迷之情节 他就讲了一个传闻 说公园里边还有几个闹鬼的地方 比如说这条路后边的雕像园区 很多人都说那附近常有怪事发生 比如雕像能把人的灵魂给吸走 有时候他们晚上还会活过来 互相加密通话 甚至头发还会长长 但是他们这么做的理由 大概是嫉妒活人 安静美加特意提到 这些雕像每天晚上聚在一起 在月色中低语 商量怎么把自己和活人的身体兑换 由家里将信将疑 安静美加就跟他说 学姐你不要小看他们 你信不信只要你跟他们来个深情的对视 第二天他们的形状就会变了 你要是还觉得没什么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夜里边 公园里会有一个奇怪的老头 戴着墨镜遛狗 而那幅墨镜后边只有两个深深的窟窿 由家里觉得还是没那味 这就是鬼啊 哦 美加说随你怎么想吧 反正我哥说他碰到过这个老大爷 本来我哥习惯出来夜跑 结果就碰到这老大爷了 突然这老大爷就从后边追上来了 比我哥跑得还快 我哥说自己的眼珠子差点保不住了 说了这么多 三个人就开始商量 要不要从雕像园区那个地方绕过去 由家里想了想 哎呀你个暗警美加呀 今天要不去这个地方 估计明天晚上还得被你拽出来 哎 索性就一天晚上都逛了吧 其实只要往前走走 就是到雕像园区 虽然看着好像一下子过来 他们其实应该是绕了一阵子 游家里很郁闷 安静美加你也太没溜了 除了对的路以外 你全让我们走了一遍 美加突然说 学姐小声点 别让旁边的雕像听到了 游家里不信这个 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雕像吗 军师一岛千里的反应有点不对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三个人就开始靠近雕像 都觉得在夜里边看这东西 非常的毛骨悚然 原本就要路过了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有动静了 而且这次三个人都听到了 确实有耳语声 现在游家里就让美加干活了 安静美加小说包里边 有个专门录音用的随身听 刚录了没几秒 声音好像又没了 他很好奇 难道是这雕像注意到他们了 那么在这个故事中 所有灵异事件中的录音 都是额外收集的线索 只要我收集了 就可以在菜单里边听 咱们听听美加到底 录没录到不对劲的声音 只能说录是录到了 不过这个是阴间加密统话 我翻译不出来呀 我要是能翻译出来就麻烦了 游家里建议 三个人一起向声音的方向调查 拔开花筒一看 什么也没有 三个人都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离这些雕像远远的 那作为一向善良 富有人情味的我 特别想提醒你们一下 有高能啊 游家里感觉这条路有点奇怪 不像是刚才走过来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有插路 可以选择 刚刚飞过去一东西 从这个地方走出去 会非常奇妙的撞到一对男女 在月色之下 你浓我仪 毫不在意周围风吹草动 这就有点尴尬 三个人也不知道是闻到了狗粮的香浓气息 还是怎么着 突然间 不约而同就凑过去了 案情美加先开口 这个爱公园吧 一到了这个点钟 就是情侣优惠的宝地 游家里非常的尴尬 靠 糟糕啊 我是谁啊 我在哪儿啊 我在干什么 感觉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呢 哎 对了 学姐 你有男朋友吗 真是奶壶不开提奶壶 那这个时候有三个选项 我就选有槽脸的 游家里就回答 男朋友 你很在意这个吗 美加说 那当然了 说不在意 那肯定是假的 游家里非常机智 就反问他 话说您那位 是同班的某某军吗 只听美加说 姐你闹呢 就咱们学校那帮男生 简直是马路野狼啊 我心中的幻想对象 最好是美容院的那种老大叔 或者是夜店里边的帅气小哥 游家里突然不知道 怎么着老妈妈附体了 哎 我说你啊 还是太年轻 说来也奇怪 旁边这顿男女好像比刚才的雕像还结实 动都不带动的 游家里就好奇 哎 怎么哪哪都能碰到这些情侣 安静美加接茬就说 哎呀 就是啊 这又不是发情的野猫 呵呵呵 啊 那么看来三个人都是单身狗啊 难怪说有时间做这种不要命的事 再往前走走 看到一个电话亭 这个地方还有个小故事 安静美加突然说要打一个电话 说要打给一个名片上面的人 那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灵异杂志社的老哥 武藏野周泽东 于是美加就进去拨电话了 给名片上面这杂志社拨过去 过了一小会儿 接通了 对面的声音似乎非常的感叹 安静美加对于灵异现象调查的执着精神 就问他 至今见过的灵异照片有哪来啊 美加说自己收到了心灵血针 类似于什么树音下边出了一张人脸那种 对方就说 啊 关于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意志和思想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脸 当人们看到别人的时候 判断对方的个性最重要的就是面部表情 我们能识别出灵异照片中不可能出现的图案 完全就是人类意志的存在 灵异照片本来就是真假难辨 因为照片 它本身是底片感光灼热的结果 是物理现象 如果你能拍到幽灵 那灵的存在也成了物理现象 当人们说我看到幽灵的时候 相当于是当时本人的生理状态 各种各样的因素关联在一起的 也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拍摄到照片 那就可以作为客观物理事实的证据来确认 对于心灵学研究者来说 灵体是否可以被拍摄到总是争论不休的 这涉及到对于灵魂现象的科学研究的分辨的可能性 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依据 哎呀 这老哥真能拽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安静美家说 我记得某某教授说过 任何现象都是等离子的作用 啊 这些都是伪科学 有些人试图把它和科学分开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模糊的领域 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谨慎对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科学是有极限的 这个看似一切都合理的世界并不简单 我们有必要注意 不要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迷惑 也不要因为全知而感到骄傲自满 然后安静美家就和他互相致谢 道别了 说了老半天 这老哥可能就是对灵异照片感兴趣 所以啊 调查幽灵孩得靠作死三人组 本来现在再往前走走 就是那个摳背桥了 不过我这个注重细节向的视频 咱们先往回走 回到这个岔路部分 然后咱们走小路 会发现前面一堆虫子正在开联谊会呢 游家里头说 哎呀 这什么呀 美家看见就说 哎呀 我的妈呀 咱不是要从虫子堆里边钻过去吗 哎呀 学姐 咱们回去吧 由此可见 这三个人里边 岸井美家应该是最怕虫子的 现在有三个选项 一 辗转腾挪前进 二 强行冲刺 三 迂回 回去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打死也不会回去 那咱们就展示一下冲过去会发生什么 说话间 英法联军冲过了包围圈 安静美家大概是法国人 就在游家里和千里大喘气的时候 安静美家才跑过来 哎 我无所谓了 反正虫子都撞我鼻子里了 游家里听 哟 那您那鼻孔真够大的 这个时候咱们开启皇后杀手第三炸弹 回到之前的时候 听这个军师千里的话 辗转腾挪蛇皮走位过去 如此生草 在如此生草的走过来之后 美家就说 哎呀 下次我一定要带杀虫剂 其实我感觉不用 虫们看见仨傻屌 直接笑过气了 这个时候 小路边有个破旧的牌子 是一张老地图 这张地图上面桥的位置和新地图差不多 很快三个人就来到了桥前边 军师一到千里突然说 桥边空气中飘过一股浓浓的泥土 游家里想了想 说这要是暗景美家说的 那我当个乐子听你们的过去 但是千里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得当心了 然后三个人就上桥了 在桥上边走了一段 也不知道怎么着 这暗景美家突然想出一主意 说要在这拍张照片 然后让一到千里站在游家里旁边 来一个闺蜜合照 三个人从桥另一头下去了 这是一段非常黑的路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不知道是谁做哇哈哈呢 游家里有点害怕 他也觉得这个声音 好像有点像一个人在大声捉吸管 不过其他两个人 好像都觉得这是下水道的声音 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大鸟居的下方 如果再往右走 美家就会提醒 咱不能走了 鸟居不在这边 然后三个人直奔主题 回头往台阶上走 突然这个风儿有点喧嚣 之前那张心灵血针 就是在这鸟居附近拍的 于是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三个少女攀到了五藏野的鼻梁上 上来之后 我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一个停车场 他们之前应该从来没上来过 这位置看上去不低 然后安景美家就让千里 站在之前心灵血针拍摄的地方 以同样的角度 再拍一张类似的合影 然后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 话说这三个人心事真大 拍完之后 安景美家感慨 哎呀 这个地方约会也太没那味儿了 一岛千里突然有点不安 就说 我觉得这地方有点邪门 岸景同学 没什么事的话 咱们就各回各家吧 安景美家非常好奇 一岛学姐 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 游家里估计有点累了 嗨哥这感觉呢 回家明天再说吧 于是三个人就下了台阶 岸景美家还是一游未尽 巴不得直接睡这儿了 但是游家里不同意啊 说 照片也拍了 等你洗完再说吧 要真有什么灵异现象 你再说别的 然后三个人又回到了公园附近 大概现在已经到半夜了 游家里比较担心自己的发小 千里 千里就说 要不咱们仨打车回去吧 三个人一起拼车 比起步价还便宜呢 但是美家突然打断她了 学姐 我 游家里就说 你怎么了 只见美家伸手一指 学姐 你想不想去趟厕所呀 那么这个地方 又是不同的选择 我还是选择草点多的 游家里估计心想 拉倒吧 你要去见画子自己见 然后她就说 哎呀 我倒没事 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美家说 你现在是没事 但是路上还得好久呢 哎呀 那时候都不方便 对不对 而且我也确实觉得 现在走很明智 得了吧 你不就是想让我陪你上厕所吗 学姐 如果我直接了当地说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 哎呀 这可说不好啊 学姐 那个地方我有点害怕 你他娘还好意思害怕 你让我们俩 整晚陪你 现在你倒害怕上厕所了 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 这不是紧急情况吗 哎呀 学姐 你看我脸皮都这么厚了 你就别介意了 你跟我去一趟吧 游家里就想好好治治你 不行 我现在就想回家 哎 你怎么能这样呢 哎 你看这旁边还有个牌子 上面写着当心变态 万一我遇到变态出意外了 怎么办 这你也不在乎吗 游家里说 你有这个功夫 你早去完了 我劝你放弃吧 你平时的行为太丢印象 案情每家没辙了 好啊 学姐 你这个狠人 等会要真出了事 有你后悔的 然后 每家就冲出去了 等他变了之后 游家里就和一岛聊起天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 跟上他 还是直接走人 然后咱们选择直接走人 看会怎么样 欠里就说 游家里叫你 真不等等他吗 游家里就说 反正他也得做电车 就算等他不也就是道个别吗 一到千里道德感比较高 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妥 但是游家里认为 对我来说 他有点太自我了 随心所欲的拖着咱们当工具人 不过好像千里不这么觉得 他对安九美加的印象还可以 反倒觉得这个女孩 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游家里有点纳闷 真的假的呀 我可和他这样的人和不来 给人感觉好像从小 都极其万千宠爱一样 好像谁都得围着他转影 游家里叫 那你是讨厌他了 倒也不至于 哎那就好 我本人倒是挺喜欢他的 这个时候厕所那边 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声 俩人赶紧跑过去 发现了美加蹲在地上 美加你活个毛啊 没受伤吗 只听安静美加胆怯的说 哎呀我人倒是没有大碍 可是厕所里边 全是长腿爸爸 游家里一听绷不住了 主动 这你也至于 也得了吧 我最受不了那种 各应人的东西了 哎我的天哪 怎么让你自己一个人 待着比看着你还受罪啊 嘿嘿 所以说嘛 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 于是两个人就亲自护驾 送这个美加上厕所 花子估计是上衣修衣 今天摸鱼了 过了老半天 美加出来洗手 开心的说 多谢学姐赏脸 哎行了 占便宜买乖 被你这么一折腾一身冷汗 真想回家冲个澡 哎千里 你听的什么声音吗 确实是有什么声音 三个人在厕所里边 犹豫要不要出去 决定还是暂时再听听 这个时候美加小声的说 这难道就是 传说中国人的幽灵吗 咱们仔细听 这明显是一个拐杖的声音 听上去还有狗的呼吸声 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拍照 算是一个额外的线索 也可以不出去 这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还是拍照有用 公崎骏来了 美加吓得过枪 赶紧躲回去了 回去心想 真见了鬼了 没想这老大爷 没有停步的意思 见了鬼了 老大爷您走错门了吧 这是女厕所呀 只听这外边大爷说 肥拉斯托 站住 三哥好奇 跟谁说话呢 实在不好意思 老朽眼神不好 失礼了 我这就走人 于是三个人就抖胆出去了 发现这个墨镜老大爷 还在外边 千里就小声跟尤加里说 没事 这老大爷不是鬼 尤加里心想 那他也不像个正常人 这个点还乱溜达 只听老大爷说 这条狗叫肥拉斯托 是老朽的倒盲犬 目中无人 惊到各位了 请你们谅解 老朽名为板井 神居附近 没完都和他来此处散心 军师一到千里开口了 板井先生 您对这片很熟吗 这个时候尤加里小声提醒 千里 你可别作死啊 千里说 没事 我就是想知道点细节 板井老爷的听见 就告诉他们 论这片地方 那BBQ就没我熟啊 那你想知道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先问他鸟居 就不能问其他的问题了 所以咱们就先问他 其他两个问题 千里就问 话说您听说过一个传闻吗 说这附近 晚上会有一个牵着狗的幽灵出没 大概说的是您吧 老爷的听了之后说 那都是狐狸咧咧 我也不太在乎这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该怎么过怎么过 千里听 嗯 这么回事 安景美家倒是有点意外 什么 难道不是幽灵啊 千里接着问 话说为什么这么晚了 您还出来溜达 老大还说 啊 这不大夏天吗 白天是吼老热的 我又不傻 晚上出来多凉贵啊 这个时候外边作死的人可真多 所以我出来 有时也提醒让他们留意点 而且说实话 那帮小情侣真不害臊 这么个公共场合也不知道收敛点 然后想不到的是还有人窥视着他们 所以我被当成什么幽灵啊 这个正和好吗 然后千里就直奔主题了 就问 您知道那台阶上面是鸟居吗 我们刚刚去那边拍的照片了 老大听到这个好像很震惊 什么 吃饱撑着跑那拍照片去了 做死的 赶紧把照片给烧了 听到没有 说什么也得把照片给烧了啊 千里可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就跟他说 那耽误您时间了 那我们撤了 这个时候板井老大爷还不忘提醒 我说的一定要照做啊 别让我大半夜再碰到你们这儿作死了啊 想玩的话白天得出来啊 于是千里就礼貌的道别了 然后板井老爷的就牵着狗 急急忙忙的走了 暗井美家有点不高兴了 就听他说 什么玩意儿 他以为他是谁啊 牵着条大狗就跟那指点江山 是不是以为咱们害怕不敢反驳他啊 这个时候有大理说 别逼逼了 没出事就不错了 只听美家说 我费尽心思拍的照片凭什么烧的 真是一老卖老 三个人里边军师千里比较冷静 就说 老大爷说的没错 照片还是烧了比较稳妥 我老觉得不对劲 安静美家很疑惑 怎么你也让我烧照片啊 于是这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一岛千里在九霄楼门口一个焚烧炉前面站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东西 安静美家激动的就冲过来了 一岛学节 暗房陈喜俊了 百分之一百 陈天然灵异照片出炉了 一岛拿过照片一看 你一码 安静美家倒是挺高兴的 厉害吧 我就说嘛 这事绝对靠谱 千里脾气好 急忙问他 话说你没给别人看吗 美家说没啊 你是第一个呀 这我洗完了就想着先给你看一下 千里就说 赶紧处理掉 最好是给烧掉 而且千万别人游家里看到 美家很好奇 问他凭什么呀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拍到的 而且还是我花钱洗的 可是 按景学妹 这可不是随便带的身上的东西 哎 话说你能再给我看看吗 美家就把照片给一岛了 好奇难道还不信吗 结果一岛千里 啪一下 把照片给扔到炉子里边 哎呀 哎呀 我的照片 对不起了美家 我不是诚心的 可这照片真的 太操蛋了 一岛学姐 别人要知道你这么对我 还没说完 按景美家就溜了 可能是当天下午 在教学楼里边 按景美家跑过去 打小报告了 就说 游家里 一岛学姐做了一件可怕的事 他暗中抢走了我的照片 我大意了 没有闪 他就把照片给烧了 你说说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游家里非常好奇 千里 你看到照片了 千里就跟他说 是啊 得亏你没看见 啊 有你说的这么吓人吗 按景美家就说 哎呀 简直是极品啊 保证能把你下出心脏病来 这种东西可伪造不出来 更不可能是喜坏了 真可惜你没看到 游家里琢磨 合着就我没看到 这个时候不知道 按景美家有打起什么主意了 学姐 你要不要和我再去调查一下啊 什么 这个时候 一道千里赶紧提醒 游家里讲 你可别听他的 按景美家生气了 好啊 你捎我照片 你还想得寸进尺 游家里可能是不想让他们俩闹矛盾 就提议 呃 话说 按景同学 你不是还有底片吗 我掏钱给你再洗一张不就得了 但是按景美家不依不饶 不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幼小的心灵被欺骗了 游家里听了一想 哎 说的也对啊 这个千里烧照片确实有点冲动 不补偿一下你吧 确实不太合适 啊 那好吧 我就答应你吧 美家听了特别高兴 太好了 那这周六咱们俩约吧 然后一到千里一个人被丢下了 非常的尴尬 心想 你嘛 这不俩大缺些眼子吗 你说我费那个劲烧照片 我烧了个寂寞呀 于是就在这周六的晚上 三个人又齐聚在了公园中 游家里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来了 哎 又得回来折腾一趟 安景美家就安慰他 遇到困难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他 Oligate 学姐 这次三个人就沿着大路走 刚走过舞台 突然谁嗶嗶机响了 原来是安景美家的机子 过了一会儿 只听美家说 我今天本来和朋友们约好 准备出去浪的 他们正在夏泽北的一个夜店里边 等着我呢 一到千里一想 哎 也对啊 今天是周六 这个时候游家里突然绷不住了 我去 靠 合着你是宁可黑灯下火被闻得遮 你也不去和他们玩是吧 美家说对啊 跟学姐们在一起多幸福啊 游家里听完欲哭无泪 得了你可别说了 听着我这烧心呢 一到千里琢磨 还是走昨天的小路吧 因为还有些细节 需要去确认一下 还是得从虫的堆里边钻过去 暗井美家就心想 又玩这出 还好啊 极致 出门前就抹了风油精了 虫的心想 哎 谁吃顿饺子还不就点醋啊 一到千里之所以走小路 是因为想确认一下旧地图 于是三个人又开始看那个老地图 千里突然提到 在这张旧地图上 鸟居后边好像是一个神术 但是现如今那个地方 已经是停车场了 如果要是见过神术 肯定有什么理由 不可能随意便便 就把神术给拆了 这个时候一到千里眼神犀利 把美加和优达里吓坏了 因为灵异雷达要显零了 绝对要出大事 然后三个人就慢慢悠悠来到桥边 刚才不是有人呼暗井美加吗 他就给他朋友回了个电话 这段其实也没什么槽点 这个时候他的朋友 在夏德北的夜店里边正嗨呢 关于这个夜店的场景 在徐天刚一的月光正后群的 第二章里边出现过 话说回来 明年什么时候 我要心情好 吃麻麻香的话 估计也会讲讲这部作品 好了 三个人来到桥边 这个时候就有选项了 过了一桥之后 就涉及到三种不同的结局 现在突然听不见鸟叫声了 桥底下反而有一些别的声音 之前没有听到过 好像是风声 但是有一点不太相似 然后三个人就上了桥 走着走着 游家里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一道千里提醒大家 从此刻开始 一直往前走 千万不要看桥下边的水面 那咱就先讲凶的结局吧 三个人走着走着 就听到恐怖的嚎叫声 于是就选择拼命的往前跑 李大利心想 不对呀 为什么跑了这么半年还没跑到头啊 我怎么记得这桥没这么长 好像越跑离岸边越远 现在是决定是回头还是继续跑 俗话说的好 浪子回头筋不换 所以就回头吧 这个时候一倒也同意 应该回去了 于是三个人就转身 刚走两步 安静美家突然停下来 指的前边对着两位学姐说 学姐 你看前边是什么呀 三个人仔细一看 怎么刚才来的方向 居然出现一个大鸟居呀 而且后边还出现了一个古老的神兽 很明显 回去了 于是三个人吓得拼命往桥里那跑 跑了老半天才下到小路上 刘家里赶紧问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听这个时候安静美家说 刚才他声音好在说什么呢 难道是我拍照片害大家被诅咒了 千里说 很有可能 而且肯定有关联 安静美家特别的后悔 哎呀完了 是我害的大家呀 千里告诉他 这事没这么简单 也不怪你 肯定是旧地图上那个神社的问题 我怀疑神社被强拆 导致了灵异事件频发 估计你拍的照片只是一种警示而已 尤家里打断了他们俩 哎呀得了我不想听了 千里就建议 现在赶紧去鸟居附近调查一下 游家里还是偏心啊 千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啊 我们俩陪你去 于是三个人就往鸟居那边走 但是咱们现在不上去 往别墅走 突然听到了车的声音 然后一辆大货车不知道为什么抽风了 倒车倒过头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跟锁定了一样 直奔着长谷川游家里就冲过来 然后一声惨叫 游家里直接被撞到湖里边了 于是屏幕上就出现了一行字 结局是我们没能掌握任何真相 为什么一开始在鸟居面前一起拍照的时候 没有强烈的阻止呢 越想越后悔 从那天起 游家里就一直没有恢复意识 高烧原因不明 持续了一个星期 他的身体越来越撑不住了 我猜这大概就是对我们这种 把作死当乐趣的人的惩罚了 那么这个结局中 游家里昏迷了 然后在学校里边应该是一周之后 还是那个老地方 美加又找到了千里 就跟他说 游家里学姐怎么样了 一倒告诉他 又发高烧了 我甚至也不知道他的状况 美加就说 是我把你们给拖累了 一倒告诉他 说这也没用了 对了 你照片带了吗 一倒说这张照片应该赶快烧点 美加也不想留着了 估计这张照片是后洗的 一倒特地提醒了点美加 总之以后 千万不要再靠近那个鸟居了 尤其是在夜里 美加说打死我 我也不去了 但是烧了照片真的管用吗 那么这个就是凶结局 然后咱们继续来讲终极的结局 回到了三个人在台阶底下的时候 也不知道从哪传来一阵销魂又野性 深入骨髓又震撼心灵 还有点余音绕梁的嚎叫声 美加听了就说 天哪 这惨叫声是野兽先辈在杜劫吗 游家里有点害怕 这还是咱们属于的小公园吗 一道千里也说 我好像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怨气 好像他们故意让我们听到 看到什么东西 咱们得仔细听听 然后三个人就走上台阶 发现停车场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旧神术 游家里已经吓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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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这 这还是爱公园吗 只听千里说 游家里讲 你也看见了 三个人里边只有美加很纳闷 你们俩看见什么了 一道千里认为 那股力量应该是想让他们看到 死在这个地方的怨灵 安静美加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根据千里的判断 这地方可能是曾经的一个刑场 相当于是五脏也在菜市口 所以怨气才这么强 大概那个神兽还在的时候 勉强压住了怨气 可能是强拆了之后就压不住了 游家里猜想 是不是这些剩下的告诫咱们 要把神兽给复原呢 不是 可是咱们三个怎么盖啊 不这个时候惨叫声更瘆人了 三个人决定正式跑路 在下来之后 就是要决定怎么办了 咱们这次要走终极结局 决定直接回家 不跟他玩了 不过一说到回家 这三个人走得倒挺爽快的 怨灵得气死我 公公厕所嘛 于是结尾的字幕出现了 我们逃窜着离开了爱公园 结果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真正的原因没有下文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诅咒 在那个地方一直存在呢 和那个鸟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也没有可能知道了 那个没有神兽的鸟居 至今还站在那 据说现在还会有灵异照片流传 当我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 暗警学妹好像已经把那天晚上的事 告诉了谁 变成了一个相当恐怖的传说 虽然对于那个传闻很感兴趣 但我希望不会有人去作死 再拍什么的鸟照片了 大概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 再碰到一回这样的事 估计就没那么好用 那么这就是终极结局 三个人没有查出来真相 不过都平安无事地回去了 然后再次开启第三炸弹 回到桥上 这次咱们来大集结局 这儿的细节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三个人过了桥 突然听到了可怕的声音声 可是暗警美加突然决定 要回去拍照 然后搜一下就没影了 尤加里服了 又抽什么疯呢 也不知道暗警美加看到什么了 结果回去的时候 萨奇尔夫人附体 突然战术性摔倒 相机可能是掉水里边 尤加里跑过去 赶紧跟他说 您别躺着了 赶紧起来跑吧 接下来的过程还一样 也是去鸟居附近调查 然后就看到了旧神兽 三个人对话完下来的时候 决定不回家了 然后继续调查 突然 乔虎车又来了 那么这一次 应该直接冲着 一到千里冲过来了 甭管往哪边跑都会被撞 过了好久 一到千里 好像从岸边醒过来了 突然看到了板井老爷子 只听他说 年轻人 你醒了 哎 这狗怎么那么眼熟啊 哎 是您吗 板井先生 老爷子说 别激动 先躺好了 千里非常的好奇 哎 我那俩朋友跑哪儿去了 老爷子说 他们俩报警去了 你别担心了 他们俩没被撞 只有你最幸运 掉到湖里边了 哎 板井先生 这湖里边好像有很多怨灵啊 怨气冲天的 真不应该拆了神术啊 这不敢巧了吗 因为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他们就发狂了 哎 太惨了 居然唠得如此下场 老爷子说到这儿也不掖着藏着了 就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哎 其实是这样啊 四百多年前啊 这是一个刑场 或者说是一个下黑刀的地方 很多战国时代战败的士兵 甚至一些无辜的平民 男女老少都有 就在这个地方被砍脑袋了 当他们人头落地的刹那 肯定对这儿充满了怨气 你想想 那些被砍掉的脑袋 急了咕噜就从山顶滚到湖里边了 你也甭说 这还挺生动形象的 最终这头骨堆积起来 把湖底都给覆盖了 一股恶臭就从下边飘上来 话说 各个时期管事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把湖底往深了挖呀挖呀 虽然越挖越深 但是这脑袋也越来越多 到时候这湖底的瘴气的多恐怖 这片地方的庄稼都得完蛋 传染病会肆意 而且更多的不幸会降临在周围每个人的头上 估计是这个时候 领主下定决心安抚此地徘徊的怨灵了 刑场就被废弃了 取而代之就建了一个神兽和鸟鞠 似乎是起到了镇压怨气的作用 这个时候千里就问老爷子 那您觉得以后会怎么样呢 老爷子说这谁知道啊 还是先离开这个地方吧 估计只有我这样的怪人才会来这儿 我猜以后肯定会有人管的 一到千里非常感谢板景老爷子救了自己 只听板景提到 啊是我应该感谢你 我都好久没有和年轻女孩说话了 再见了 然后就头也不回的和狗子一起走了 千里心想 等我改天一定去拜访你 说来神奇 这个千里不知道是怎么被救出来的 反正乾坤大冬仪又回到老地方了 有家里和美嘉可能是去公共电话亭报警回来了 他们仨并没有过久的停留 也不知道怎么向警察解释 所以就溜了 大概是次日 报纸上边登了一个卡车在停车场意外翻车的事故 然而只有一到千里才知道这里边的真相 那些无处安息的冤魂在这一段挣扎 实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凉和孤独 于是一到千里决定去拜访一下板景老爷子 不知道怎么着就打听到了位置 可能当天放学之后 来到了一片住宅区 对面过来一个人 千里就问他 哎您好 话说这片地方是板景先生的住处吗 只听那个人说 板景 你是说那个戴墨镜牵着导盲犬的板景吗 对啊是他 从这块数第三栋房子就是他们家 哎你是他孙女吗 啊不是 是昨天晚上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特意来致谢的 嗯昨天晚上 那就不对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不可能啊 可是 可是这个板景先生 他昨天晚上就已经在医院里边病故了 啊 不是吧 那他那条狗呢 哦那条狗 那个板景先生去世之后 他就挣脱链着自己跑了 看他那么忠诚 估计现在也 啊好的 我明白了 多谢您 于是在一个月之后 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那一晚好像做梦一样 今天我听说爱公园的停车场又修起了一座神术 显然是有人发出了提议 我明白了板景先生那天晚上说的话了 真的有人处理那件事了 只记得那一晚 在旧提火之后 他走得好像很匆忙 比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还要提前 好像是着急着要去日常散步一样 或许是开启一段新的漫长旅程吧 于是大吉的结局达成了 那么这个怪谈传说啊 实际上非常有开放性色彩 尤其是里边这个板景老爷的有点厉害 怕不是个远程操控型提身使者 那么这期故事就到这了 不过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2021年 要没了 我们恐怕要明年再见了 我要摸鱼了 感谢大家今年给我的无尽支持 我愿称之为奇迹 至于明年会是什么样呢 咱们明年见